谁能解开我的疑惑 这玩意有多达十几个零件组成 既然只卖一块钱 它是如何做到盈利的 下面咱们拆解看一下它具体有多少个零件 又是如何工作的 最上面这个叫做火焰罩 它是起防风作用的 打火机持续燃烧超过十秒罩子温度能烫伤皮肤 接下来就是点火按钮 往下压就能启动点火 喷嘴弹簧它的作用是引导释放出来的气体 更靠近电火花 与它相连的叫喷嘴打火机内部的气体 就是经着喷嘴喷出来 能左右旋转这个叫火焰调节器 往右转动火焰高反之火焰小 这个叫喷嘴撬板 前头卡入喷嘴凹槽内 点火压板压其尾部 利用杠杆原理就能把喷嘴抬起来 从而释放燃气 前面提到那个火焰调节器 就是旋转调节这个喷嘴体 喷嘴就是从这孔延伸出去的 这个叫中框架 很多小零件安装固定在其内部 整个打火机最高的科技就是这个了 它的学名叫压电陶瓷 我们小时候俗称它为电子 它的工作原理后面会专出一期视频讲解 这是输气管 它负责把内部的气体输送至上方喷嘴 黑色这个是橡胶垫片 它的作用是吸收压电陶瓷被按压后产生的振动 这个叫大框架 它让下面的气势与上面的中框连接为一整体 压电陶瓷和喷嘴体都是安装固定在其内部 这个叫气势 它的作用就类似汽车的油箱 主要是装燃烧气体丁丸的 总共多达13个零件 既然只卖一块钱还能做到盈利 咱们国人把这成本压缩到了极致 让外国厂商无法插足的领域